美国时事通,我是罗文 今天是11月18号星期四 那今天我想讲一个让我非常愤怒的事情 就是拜登提名了一个货币主计长 这个货币主计长是管全国1200家银行的 那他直接向财政部长Jan Yellen汇报 那实际上Jan Yellen在之前就反对了拜登的这个提议 就觉得这个人是不可能的 我不要这个人,这个人不合适 但是拜登还是坚持提名了他 为什么呢?因为拜登想安抚民主党的激进派 因为这个提名人Sawa Amarova 就是奥马洛瓦嘛,我们这么翻译他 是一个前苏联的一个共产主义者 我说他共产主义者完全不是空穴来风 他就在前苏联的时候 他还写过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论文 那现在参议院一直在要他交出当时写的这个论文 他拒绝了 然后不仅如此,那你可以说他30年前做的事 那现在可能他到美国来已经改变了 那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他一生都非常的政务银行 从他所有的发言都可以看出来 即使是直到最近就前两年 2019年的时候他都发过推文说 你看苏联的政策比美国要好 他说直到我到美国来之前 我都无法想象这个有性别差别的工资是怎么样的一个事情 不论你对旧苏联的这个印象如何 那你的工资是没有性别差别的 并不是市场了解所有的事 那其实他这个意思就否决了这个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又被称为自由经济是这个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 大家都知道社会主义是搞的计划经济 那当然那中国也好 他的这个男女薪酬确实是同心同仇的 所以他就对这一点大发感慨 他就觉得那现在的美国 2019年的美国还比不上前苏联的 不管怎么说 那他们是没有性别歧视的在工资上 所以很多推特的用户就批评他的这个无资 因为美国的这个工资体系并不是说 你看是男性还是女性给你发的工资的不同 中国和苏联那种社会主义国家 那在国有体制 中国的国有体制 包括苏联 他是一刀切的 他一个岗位多少钱 他是固定的 他没有什么空间和灵活的余地的 但是在美国是不一样的 你去公司谈合约的时候 那他是看你的能力 还有你的奖价能力 一起构成你的薪水 对吧 说的难听 你有没有本事 或者有没有本事 谈到那个价钱 都是决定你最后工资拿多少钱的一个重要因素 那我认识一位女性 其实不止一位女性 他每次拿到一个offer 他都可以拿到他们这一类型的最高上限 为什么 因为第一他特别有能力 第二他的谈判技巧非常的好 那他觉得 我就是不打你这份工 我打别的 我会拿到更高的薪水 所以他有这样的胆量和底气 然后他有能力 他就可以拿到最高的薪酬 所以并不是说 某一个职位 你就拿多少钱 就是多少钱的 所以他这个言论一出来的时候 就遭到了很多网友的质疑 就觉得你非常的无知 然后那他接着还回应了一个 他说我从未觉得 苏联生活的各个方面 男性和女性都遭到了平等的待遇 但是人的工资是由国家规定的 是无分男女的 然后所有的女性都获得了丰厚的产假福利 这两件事在我们的社会中仍然是白日梦 我觉得这就是典型的 有自己先入为主的印象的 那美国的妇女何止有产假 连运输部长是个男人 他都有产假呢 对不对 是啊 他们有男女同仇 但是他们没有私有财产 他们有丰厚的产妇福利 但是他们有古拉格 所以到底哪一个好 这个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即使是两年前 他还在为前苏联去辩护 结合到他之前 共产主义的这个论文 他现在是康奈亚大学的 法学院的教授 但是他之前在莫斯科上的 莫斯科国立大学 他还获得了列宁个人奖学金 所以这么一个反对银行体系 试图搞社会主义一刀切的人 来做一个货币主计长 你可以想到美国的银行 将会面临怎样的一个惨状 所以有的人说 那即使是前无政府主义者 后社会主义者 现共产主义者 Bernie Sanders 都要甘拜下风 他的一个中心议题 就是他认为 那个人的资产价格 薪酬水平 资本和信贷 都要由联邦政府来决定 在他其中两篇论文中 他就主张扩大美联储的职责范围 将具有系统重要性的 金融资产的价格水平 以及工人工资 纳入其中 就像这个社会主义通常说的 从各进所轮到各取所需 然后他在最近的一篇 名为人民的账本的论文中 他提议美联储 接管消费者银行存款 他说正如我们所知 有效地结束我们限制的银行业务 并使其成为一个 在现代经济中深层调节 和分配金融资产的最终公共平台 他还希望美国创建一个 央行数字货币 就像委内瑞拉和中国现在做的那样 他在今年夏天在推特上写道 重新设计我们的金融体系 将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 变成一个真正的人民账本 什么叫真正的人民账本 这不就是社会主义的那一套吗 把所有的这个资产 都变成人民的资产 那所谓人民的资产 也就是他们这些权贵的一个私人的钱贷 然后他还认为资本和信贷 应该由不负责任的官僚机构和知识分子来指挥 他建议建立一个国家投资局 其成员由学术顾问委员会监管 为他既巨大又大胆的这个气候议程提供资金 这个听起来就像参议院已经否决了的 这个所谓的绿色基础设施银行 你看所以参议院否决了之后他们用进步派的这个提名人 然后提出新的一套 然后还是敲眉声的去实施他们的这些绿色新政基建的银行 他还希望有一个政治和结构独立的所谓公共利益委员会 由高薪的学者组成 拥有广泛的传唤权 以监管包括美联储在内的这个金融监管机构 而且他解释说理事会不会受到行政议程的限制和要求 那什么意思那说白了就是创建一个元老委员会 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 这些人都是拿高兴的学者 那当然有没有实践经验不知道 但是他们可以监管这些金融机构 然后控制这些金融机构 对他们具有传唤权 他们本身不受任何的约束 这就是相当于建立一个专制的机构去统治金融系统 他作为长青屯学校的学生 那他虽然知道他在没有立法的情况下 他不可能对1200家银行执行他的这个人民议程 但是他也知道他在这个位置上 他同时拥有广泛的权利去惩罚那些不按照他的主义办事的这些机构 奥巴马总统那个时候银行的监管机构也是一样 他们向银行施压 要求这些银行削减对这些发行日贷款机构的这个信贷 所以他们可以像拜登一样 利用他们手里的权利去施压 去控制这些银行 虽然他们没有正式的立法权 但是他们不介意如果他们可以在这个位置上的话 他们仍然有他们的影响力 而他是一个非常憎恨银行的人 从某种观点上来说 因为他要把银行全部监管起来 然后他也曾经说过 他说那我们要规划银行赚来的利润 他们赚来的利润不能归他们自己所独有 就是这么一个社会主义的议程的一个持有者 也是一个这个推手 那居然会被任命成一个货币主机长来监管全国所有的银行 这将是美国银行的一个灾难 那同时的话这个人的思德也非常的不好 那福克斯新闻就揭露了他在28岁的时候之前他住在威斯康星 他居然到TJ Max因为偷窃而被捕 就他当时偷了四双鞋 两瓶香水 还有几双袜子 那特别可笑的就是他也买了一些珠宝 那些珠宝肯定就是廉价的 我们说珠宝大家以为很值钱 其实珠宝就是假的这些所谓的这个装饰性的珠宝很便宜的嘛 然后那他就把这些偷来的东西都放到了他的一个 他自己随身带的一个包包里头 然后只买单了这个珠宝 那其实这个店的保安就看到了 因为他把自己的衣服放在他偷来的东西的上面作为掩饰嘛 那保安看到了 然后直到看到他买了单 只买了这个珠宝的单 没有买他塞进去的这些偷来的物品的单 走出了店门的时候 那保安就跑过去叫做了他 就是你是不是有偷窃我们的东西 他马上就承认了 他公认不会 然后警方就把他逮捕了 然后逮捕了之后 他就选择了说他要买回他所偷窃的这些东西 所以他当时就被威斯康星州 麦德森县的这个警方立案了 一共偷了214块钱的东西 即使214块钱在今天看也不是一个特别小的金额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这个人不仅是胆子大 而且非常的无耻 就是他作为一个普通的一个年轻人 28岁的年轻人 他都有胆子去到TJ Max去偷窃的话 那如果他到了一个货币主记长的位置 他还不一定要盗窃国家多少资产 要胁迫银行给他上贡多少贿赂呢 对吧就这样的私得的话 那所以就激起了议员的不满 参议院也好记者也好就自询白宫 就说怎么这个人犯了盗窃罪 有案底的还被提名为一个货币主记长 然后那拜登的白宫就说 他的这个事情的话 他其实在他的简历里都是透明的 就是没有隐瞒的那我们知道 但是我们觉得这个人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人选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人说 美国政府南道女昌 我觉得这个说法真的一点都不为过 南道道窃了这个总统之位 女的那通过做小三上位 那南道女昌对不对 那现在南道又指明了另外一个女道 来做我们的货币主记长 这真的是一个匪夷所思的事情 这就可以想见 从拜登选阿玛洛娃 做货币主记长你就可以看出 那左派是怎样一步一步推进他们社会主义议程 这个社会主义议程倒不是意识形态的 而是在财务经济上的 就是在经济上他已经要做人民账本 已经要做人民计划经济了 那整个的国家要派一个元老委员会去 彻底的控制银行控制经济 你可以想象到 这就是把所有的美国的私人资产 转化成所谓的公共资产 最后落到私人腰包的这个捷径 这不就是中国还有很多共产主义国家搞的那一套吧 首先把你的私有资产转为公有 所谓的叫人民账本 人民资产 意思说每个人都有 每个人都有 实际上那谁去claim了他 不是我们每一个这个private citizen 而是这些特权者 这就是今天简短的播报 我希望您喜欢 如果你喜欢的话 请赞助点赞留言转发 感谢您的收看 加油